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七百八十四级 孩童 王林拿着西子凤送来的御剑,看了一眼远处,一脸通红,不敢正目望向自己的西子凤,内心暗叹。 这御剑他神识一扫便知晓,可以抵御极强的雷威,显然是此女的一剑防身重宝。 沉默中啊,他把这御剑放在了怀里,走入雷池。 西子凤虽说低头,但余光却是可以看到王林的举动。 当他看到王林把御剑放在怀里后啊,方心立刻加速跳动。 这时啊,此刻的他却是没有看到,其表哥,也就是那个青山英俊男子, 在进入雷池后,却是看向王林的目光,蕴含了一丝隐藏极深的敌意。 王林神色如常,走入雷池,在他右脚踏在雷池的刹那, 立刻便感受到了一股庞大的雷厉,顺着右脚直接冲入体内。 一股极为舒爽的感觉,立刻便传递王林全身。 仿若是此地啊,便是他的居所一般。 只是王林表面上却是没有半点变悟,向前走去, 随着他的脚步,雷池内雷光闪烁,在其身体外徘徊不断,化作轰隆隆的雷鸣。 找到一处空地,王林盘膝坐下。 第二关开始,一股济熙。 严雷子声音刚落,立刻,天空中便有两个雷仙殿使者,化作长虹而来。 临近后啊,二人中间黑光一闪,立刻便有一面大鼓,晃花而出。 东的一声,悠长的鼓鸣,漠然间回荡天地。 这声音浩荡之下,却是仿若取代了雷鸣,一声鼓响便是一息。 千丈雷池内,近二百个修士,攀膝打坐。 随着第一声鼓鸣的回荡,但见雷池内的雷光好似被震动,立刻齐齐升起三队。 剧烈的雷鸣咆哮,化作无尽雷光,仿佛在这雷池内掀起了一场雷之风暴。 在这风暴中啊,由雷光凝聚而成的雷鸣,更是游走间散发出一股无法形容的雷威。 弥漫千丈,使得雷池之力在这一刹那产生了惊人的变化。 大量的雷光闪烁,疯狂地钻入一个个修士体内。 这些修士啊,或是宁神对抗,或是拿出防御的法宝,一时之间这千丈雷池内光滑大闪。 许停全身,黑雾缭绕,阻止雷光之力的侵入。 至于其他的几个修士啊,各有方法抵抗。 亡林盘袭中,声外雷霆呼啸,大量的雷力涌入体内,滋润着元神,使得之前与罗素战斗时受损的元神啊,迅速地恢复。 这种感觉让他极为舒服,此刻更是双目一闭,看都不看众人一眼。 咚的一声,第二声鼓鸣回荡,刹那间呢,雷池之力再次浓郁。 那雷灵咆哮间呢,一道道粗大的雷光,仿若鞭子横扫起来,每一次落在修士身上,都会使得那修士身子一阵。 五声回荡,第三声,第四声,一直到第十声后,千丈雷池内的雷霆之力啊,已然达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程度。 但见那无数雷光,齐齐升高三丈,把这千丈雷池全部弥漫在内,立刻便有一个来自罗天南狱的修士,面色苍白中,喷出一口鲜血,身子仿若被一股大力冲击, 带着大片的雷光直接被抛出,鲜血飞溅,确实有了伤患。 许亭身体外的雾气更浓了,仿若可以隔绝雷霆,他神色如常,目光死死地盯着远处的汪林。 他观察汪林呢,已经很久,对方进入着雷池后的举动,在他看来太过诡异。 这许亭居然没有任何抵抗,更是没有开启任何法宝,只是平静地坐在那里,仿若此地就是其闭关之处一般。 更误异的是,这庞大的雷霆之力冲入他的体内,居然消失不见了。 许亭越看越是心惊了,脑中禁不住有了各种猜测,但他无论如何也猜不到,那真正的答案。 天空中,那两个雷线电使者,其中一人右手横扫,落在黑骨面上,顿时,第十一声鼓鸣在轰隆隆的声音中啊,挥荡而起。 仙杖雷池内,立刻所有的雷电全部震动,漠然间向着一个地方凝聚,却是在刹那形成一条百丈大小的蛇状之物。 此物似蛇,但又若隆,他由雷电组成,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天地雷威,他便是雷灵。 雷灵凝聚而出,立刻便是一声咆哮,这咆哮之音回荡,化作一声声仿若来自上古的雷鸣,震惊天地,撼动所有修士心神,就连那许亭啊, 身体外的黑雾都在这一刻险些崩溃。 他眼中露出一丝震惊,双手掐绝之下,更多的雾气从眉心散出,环绕四周。 许亭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修士了。 在这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下,立刻便有十多人陆续喷出鲜血,身子被抛出。 随着第十二声,十三声,十四声鼓鸣的响起,那雷灵咆哮更为距离,到了最后,在第十五声鼓鸣回荡的刹那,雷灵整个身子冲出,向着千丈雷池,张开大口便是吐出大片的雷光。 红隆隆的声响,使得天地色变,四周光望的修士,一个个面色微变。 虽说他们在外界,但却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一声声的雷灵咆哮中,有着一股不可抵抗的天威。 这威压凝聚,最终在雷灵吐出雷光之下,立刻达到了巅峰。 顿时这千丈雷池内,又有数十人喷出鲜血,齐齐被抛出。 一个个眼中之骇人,几乎达到了惊惧的程度。 生公虎苦苦地挣扎,他当年的极限便是十五息,此刻心中却是有一股心灵,让他始终坚持。 张空烈,深吸口气,同样咬牙硬挺,甚至那六指修士, 与大头童子也均都是如此。 只不过这二人呢,明显还未出权力,略有轻松。 只是,这种轻松与此刻的亡灵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亡灵盘膝中,那大片的雷光融入体内,滋润原神。 他之前的损伤啊,却是在这里十几息内,顿时彻底的恢复。 不但如此,就连当年与摇冰云一战留下的隐患,也彻彻底底的清除。 至于那雷灵的咆哮雷微,落在亡灵身上,就仿若是一个孩童在向自己大吼一般。 虽说这感觉有些奇异,但他此刻的的确确就是这种感觉。 尽管这个孩童啊,在很多人眼中极为强大,可是在亡灵看来,对方就是一个孩童,或者可以说啊,是一头向着雷龙不断净化的幼子。 亡灵神色如常,不去理会四周的一切,闭上双眼平静地吸收这里的雷力,使得太古雷龙的元神啊,渐渐地强大起来。 十五声鼓鸣一过,那雷灵仿若解开了束缚,咆哮大吼中啊,身子一扫,立刻其庞大的身子掀起一股雷光波浪。 横扫之下,立刻便有十几个修士被直接撞在了身上,一个个面色苍白被卷了出去。 那雷灵仿若极为得意,咆哮中啊,身子再次一扫。 这一次,其锁卷之人却是有亡灵在内,在这雷灵摆杖身子横卷着而来的刹那,亡灵默然睁开双眼,冷冷地盯了雷灵一眼。 这目光啊,就仿若是一个成人,在看一个玩耍中不懂事的孩童。 雷灵正得意中啊,忽然看到了亡灵的目光,这目光直接穿透其身子,落在其雷魂之内,立刻便有一股来自其雷魂深处传承中的强大意志,在刹那间爆发而出。 弥漫全身之下,立刻让他几乎魂飞魄散。 大海之下,顿时呜的一声啊,身子立刻矩阵。 横扫而去的身子,居然生生的停下,立刻倒卷而回。 这一切啊,全部都是他的本能,仿佛也有一股力量冲击,使得他不得不退。 王灵闭上双眼,不再去理会这雷灵,他隐约间可以感受到,这雷灵啊,只不过是一丝分离而出的雷魂。 真正守护雷仙界的雷灵啊,绝不会如现在这般。 那雷灵身子倒卷,眼中露出惊骇,他神志早就开启。 原本对于这些修士,他根本就没放在眼中。 但,在刚才的刹那,他却仿若有了一种遇到了祖宗一般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刻在他雷魂之内,从诞生之日前呢,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记忆。 太古时期,天道赋予雷龙行使雷的权力,雷龙便是因此而生。 他生于雷中,为万雷之灵,天地间一切雷力,全部都是属于雷龙之物。 但,雷龙并非没有生死,他生于雷中,此时啊,也是死于雷中,化作雷灵,回归天地虚无,重新成为一股雷霆之力。 这时,雷之仙界内,却是有这么一只雷灵,不知被仙人以何种方法,居然没有萧赞,而是成为了雷仙界的护戒之兽。 雷仙殿的雷灵,便是从仙界分离而出,此番遇到了王林,却是立刻便感受到了一股他从未有过的震撼。 好在王林闭幕之后,太古雷龙的威严不再散出,而是吸收着雷光,这才使得雷灵松了口气。 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怒吐,向着四周其他修士怒吼而去。 许婷在黑雾内,目光如炬,亲眼看到了这一幕,却是心神俱阵,几乎不敢想象了自己的眼睛。 在他看,这许慕实在,实在是太过不可思议了。 这,这怎么可能呢? 他只是看了那雷灵一眼,这雷灵居然害怕了,而且看其样子,仿若是如同家族中的小辈,看见了老祖一般。 同样发现这一幕的,还有神功,他眼中露出狂热的崇拜,脑中不由地想到了当年第一次遇到王林时, 正是在一处雷狱中,他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从雷狱中走出的身影,那一头黑发被雷光游走飘起, 眼中透出那让他仿若全身崩溃的目光,他这一生都无法忘记。 尊若! 神功虎眼中的狂热,浓语,张空烈倒吸口气,望着王林,心中想起了当年在雷狱中,他与神功虎一战, 就是在王林的指导下,让神功虎隐约间好似把握住了一种雷的规则。 不仅是他们,此番四周的修饰,还有一些人发现了这一幕,一个个心神俱正,眼中露出金色。 对于这一切,王林视若无度,他此刻盘膝中,却是再次摸索起那雷中的规则, 整个人渐渐地沉浸在了旗内,仿若忘记了身边的一切。 千丈外,铺团上,清水双目一宁,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一旁的颜雷子却是一睁之下,苦笑起来, 暗道,却是忘了这许牧,当初若无自己帮助,差点就要修炼成了一支雷灵。 这地之官啊,对他来说,他是不但没有任何难度, 而且是如同踏入自家花园一般自在。 罢了,就当是借他雷兽的补偿,也算与清水修复一下之前的不快。 颜雷子摇头苦笑,却是没有阻止。 再说那雷龙啊,被王林吓住后,带着怒气, 仿若一个被校长被训斥,向着别人发泄怒火的顽童。 怒吼咆哮间啊,冲向四周其他的修士。 首当其冲的,便是那西子风的表哥, 一身青山的英俊男子。 此人双手掐绝之下,其身前飘着三枚青色玉剑。 所有的雷光铃声之计,全部都被这三枚玉剑所吸收了。 雷声咆哮中啊,直接一头撞击而来。 那庞大的雷鸣之声啊,带起一股发泄般的冲击之力。 这青山男子面色大变,想要退后,但最终却是一咬牙。 各位听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秘》。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